另一方面 马英九总统今天紧急召开国安会议 讨论如何因应日本大地震的后续影响 包括了台湾的核电厂如果也遭遇强烈地震 到时候要如何应变 地震重创日本 少马总统紧急取消台东行程 坐镇总统府召开国安会议 主要针对地震与海啸防灾 还有日本核电厂辐射外泄是否影响台湾安全 以及会不会冲击台湾震惊全面开会因应 会议讨论两个半小时 元能会强调日本辐射要漂洋过海 影响到台湾的机会很低 万一有所影响也会做好紧急应变措施 而外界关心如果台湾的核电厂 也遭遇到强症如何因应 此外针对日本农产品是否会遭受到辐射污染 元能会也提高警戒的成绩 一旦发现异常就会通知农委会启动全面管制措施 总统表示要从日本经验中学习定住一套更高层面的防灾救灾作业程序 也要求未来必须列入复合灾害演练 像是核电厂灾变如何迅速撤离 政府也将演拟在获知地震海啸情报时 第一时间透过手机简讯告知 让民众掌握黄金时间紧急避难 谢谢林选 陈昌伟 台北报道